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 欢迎收听由林玉智为您带来的《铃鱼烟化》节目 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歧视、怪事和邪视 欢迎投给小编 我是铃鱼烟化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 欢迎收听本期的《铃鱼烟化》 欢迎回来 本期不一样 我们的百期特刊 终于到百期了 对 其实我原来还在想 如果我们想不到百期做什么 我们先做101期再跳回来 你这么鸡贼 今天也找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来录音 希望我们在157到200期的时候 能真的有自己工作室 OK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特别期之前 来听听大家对铃鱼说的话 OK 铃鱼烟化的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春点的黄黄 我是小焦 我是老行 在这里呢 特别祝福年鱼夜话100期节目 也希望大家越来越喜欢年鱼夜话 也祝年鱼夜话越做越好 越做越大 最后奉上我们春点经典的祝福语 爱 真鸟别 公贺鱼老板喜提铃鱼夜话100期 硬鹅公园发来贺电 祝年鱼制 哄哄哄哄哄 日日涨粉 生意兴隆 日尽斗金 大家好 我是有音电波的霍轩 我的好哥们老鱼和妙妙的年鱼夜话100期了 他们用精彩的讲述 为我们分享着每一个惊悚奇异的故事 祝年鱼夜话节节高升 收视长红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挖掘机少女 祝年鱼夜话百期快乐 希望鲰鱼接下来可以改成日更 这个可不是我们的私信啊 这个是我们替各位观众老M磨的福利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绿燕商跑 开太爱的来给开的飞食路百期祝福了 说实话我脚尽脑汁了半个月 就想抖个机灵好好快快这俩帅东西 结果将狼踩进 因为我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用夸 已经一语等于三厘了 那唯一得说的一点就是 他们都做了大半年了才到百期 再做的各位都有责任 没什么反思一下 这么久了 你努力催更了吗 反正你们都去关注李绿燕商跑 好了 这期后面更精彩 宝子们入股不亏 给大伙掰个早年 我就先回我的元宇宙去了 好 感谢各位大佬我们的友台 我们的各位贴贴主播 对我们的鼓励 我们也会再接再厉 为大家带来更好的 更优质的收听内容 努力吧 好的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今天的特别节目的第一个 好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 我这边的是我们的科夫号投稿 叫做波特卡斯 他让我们称为他小Z 他这个稿子是个云南的故事 但是我收到之后 我又立马决定把它用在改期了 没放在地区里面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恐怖到极致 或者叫特殊到极致 大家对云南最熟悉的除了包括树葬以外 可能还有那个浮仙湖海怪以外 湖怪又不是海怪 最熟的可能是鼓 下鼓 是的 对吧 那我们的这个投稿欲遭遇到的这个恶法呀 比古术更厉害 叫做藤术啊 你可能没听过 是一个病子头加一个虫 病子头 加一个虫 虫子的虫 对 虫子的虫 是一个比古术更可怕的 看着就很可怕 那现在先不讲 先卖一个小关子 我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 小Z说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个故事啊 姑且称这为故事吧 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的鬼影 没有任何的封建迷信 但是让他记忆犹新 哪怕时隔多年 偶尔也会做梦 想起这件事情 而每每从梦中惊醒的自己 往往是一身冷汗 事情发生在小Z六年级毕业那年 据现在大概十多年了 小Z是四川人啊 父母在四年级的时候呢 离异了 母亲跟一个常年做建筑的工头相恋的 工地上的人就是 工臣在哪 家就在哪 所以他母亲算是跟着这个 他的后爸 也算是全国的跑路 六年级的暑假呢 小Z和工头后爸去了云南的一个偏远小镇 去建设希望小学 工臣不小 要待很长的一段时间 母亲他就跟着去了 小生出考试之后啊 母亲就让小Z也去云南待一段时间 一方面是呢 他们确实一年多没见了嘛 妈妈说自己很想念小Z 一方面呢 小Z他也没去过云南 也就欣然前往了 他记得啊 自己是坐大巴车到的普尔市 妈妈在汽车站接到自己之后啊 也不记得转了几趟车 反正是汽车换面包车 面包车换小汽车 弯弯绕绕好多路 终于在一个叫柿子坝的地方下车了 那个时候 就是下车的时候啊 已经是深夜了 妈妈跟后爸他们是没有租房子的 而是住在镇上的一个招待所里面 住了个单间 小Z说也就是这个招待所里面啊 发生了一系列的离奇怪事 这个招待所的名字 小Z现在已经忘记了 但他描述说这个招待所 其实它不光是一个旅馆 它不光负责住宿 它也是个店铺 卖什么呢 卖瓦罐 瓦罐 或者是你煎东西之类的瓦罐 而且这个店铺它是沿街的嘛 跟其他的那些小商铺一样的 门口堆了很多瓦罐 向内走几步呢 顺着楼梯再往上走 就是从一层到了二层 空间就大了很多 这里才是供住宿用的宾馆 那整个招待所呢 是很老实的那种小楼 整个是回字型的 中间是空的四四方方的 其实跟你之前的那个故事 差不多也就够早 对吧 但是你们是办公楼 中间是石心的 往往站在楼底 往上看就可以直接看到夜空 妈妈他们住在五楼 想让小Z跟自己住同一层 但是老板觉得说没有空房了 那只有四楼还有一间 小Z就被安排进了四楼 这里呢 我们的小Z给发来的一张构造图 到时候我们可以放到节目里面 大家看一看 小Z的这个房间很小 但还算整洁干净 进门就是一张横着放的床 床尾对面是小衣柜 靠边的墙上呢 开了一扇窗 窗户下面是一张木桌 木桌左边是一些茶截啊之类的 还有摆着一面 很老实的圆镜 小Z说 住进这里之后啊 最早两天还比较正常 只是偶尔会被冷醒 他以为是云南的这个 昼夜温差比较大 也没太在意 就跟妈妈说 我晚上想换一床宝贝 因为盖毯子有点冷 那从第三天开始呢 小Z也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发烧了 生病了 对生病了 妈妈就觉得是水土不服 就去镇上的这个诊所呀 开了点药 好在是这个病情呢 慢慢的转好了 就慢慢退烧了 这里小Z补充说 这个镇子真的很小 整个路线基本上就是一条直线 走几步路就到了 整个镇子呢 有两家副食品店 妈妈想给自己买点零食 就只能从一堆 不知名的杂牌子零食里面 挑几个相对靠谱的 比方说 汪汪雪饼 知名的 对对对 就其实很老派了 就是这种副食品店什么的 你可能也都没有体会过 当年的这种方式 这种 你没有体会过 没有超市的日子 没有 就我记得是我 小学 已经高年级了 五六年级 南京才有第一家超市 就是素果超市 之前是没有任何超市的 你要买这些东西 都是去副食品店 或者是菜场买 那真没体验 对 退烧之后呢 平静的过了几天 白天的日子实在是太平静了 他小贼很无聊嘛 不是陪妈妈去买菜散步 那就是陪着妈妈看电视剧 也没有什么同灵人喜欢 晚上小贼就躺在床上 抱着自己的手机呢 看小说 看各种爽文 网文嘛 一看就停不下来 那天呢 一不小心就看到了 十一二点钟 然后 小贼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他在投稿里面说 像是罐子 咕噜噜在地上滚动的声音 顺着这个楼梯啊 一级一级的滚下去 最后 从高层滚到最底层 然后落到地上 但没有碎裂的声音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就不停的 夜里本来就很安静 这个罐子滚动的声音 就特别清晰 他想是不是因为 招待所的老板 他在搬运这个 前面售卖的这个瓦罐 但也不合理啊 对啊 那滚下去 坏了怎么办 对坏了怎么办 还有就是你为什么在大半夜拢啊 你明明是一个提供住宿的地方 你不会打扰客人 而且他最奇怪的是什么呢 说这种空隆空隆的声响啊 这个瓦罐滚下去 居然没有被摔碎 就很奇怪了 直觉就是咕噜咕噜声音 然后啪 对对对 反直觉 小贼他不想往怪力乱神的方面去想 就决定马上睡觉 第二天呢 他想去问问妈妈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他就给妈妈说了 昨天晚上我听到这个罐子的这个声音 妈妈说 我没听到啊 我睡得很好啊 小贼很奇怪 说这么大声音 还滚了三四个罐子 你没听到 你没被吵醒 妈妈认为可能是其他的房客 在他们自己的屋子里面弄的动静 就没当回事 就搪塞几句就过去了 哪知道当晚 小贼又听到了 瓦罐滚动的呼噜噜的声音 这次呢 跟前一天一样 还是凌晨12点左右 从上面的楼层 一级一级的向下滚 滚动的速度啊 很稳定 不快也不慢 一直落到底层的时候 声音就突然没了 就是那种 其实滚你是能听到声音的 它跟地面接触的这种摩擦声 对 特别又是它如果掉了楼梯的话 从一级掉到另一级也有谁 但是它到一个地方之后就全部消失了 就好像有人把罐子拿起来一样 你感觉地上垫东西 对对对 或者是被人拿起来了 小贼就想 如果这个瓦罐的滚动声 真的是妈妈说的那样 是人造成的 为什么至始至终 都没有听到人的动静 而且这天晚上 他已经听妈妈说的话 就是早早的入睡了 但睡不着 哪怕躺在床上洗了羊 也睡不着 就好像自己在刻意地 等着这个瓦罐声音一样 想到这里的时候 小贼开始害怕了 心里面很恐惧 那天晚上一直到三四点钟 他才睡着 不过他胆子挺大的 第二天心态比较好 就是该干嘛 该干嘛干嘛 倒也没忘 但是就没有那么 去纠结这个事情 那四日百天呢 小贼去当地一个 不知道是叫湖 还是叫河的这个 边上去玩 手机不小心掉水里了 捞起来之后 他说是无力回天 晚上这下没小说看了 妈妈怕他无聊 就给他房间里面 搬了个小电视 小贼把小电视 放在窗下的这个木桌上面 那个时候还有一些频道 会播放一些盗版的日曼 像什么死神海贼王之类的 他说自己看的津津有味的 还有一些地方台呢 会放电影 用来打发时间 还是挺好的 罐子的声音 大概有两晚 没有出现了 就是当天晚上 就已经没有出现了 小贼就在自我心理安慰嘛 就说 可能是哪个房客 半夜发疯 搞出来的动静嘛 之后的某天晚上 小贼 也就是用这个小电视 在看本地的某个电视台的 这个午夜党电影 一会儿放的是那个周星驰的电影 一会儿呢 放的是林振英 正当小贼看得很上头的时候 熟悉的罐子 关罗声就出现了 可是此时呢 小贼觉得无所谓 他觉得反正就是 罐子滚嘛 也没有什么事情 我继续看电视 但这一晚上 罐子的声音有一点不同 他照例是从最顶上的楼梯 顺着台阶 一起一起的滚落 但停在了小贼的那一层 也就是四楼 明显感觉到了 对 他觉得是 这个罐子开始绕着 这个回字形的走廊在滚动 罐子里面有活物 他不是下楼了 你知道吧 咕噜噜的声音 在整个楼层传达 罐子大概绕了三四圈之后 声音突然停住了 小贼听到 从楼底中停传来了 啪的一声碎声 就像是应该是这个罐子 摔得四分五裂的这种声音 没过一会儿呢 楼下又是啪的一声 又一个罐子碎 过了很久啊 罐子又开始从楼顶 这个楼梯往下滚 但后面就没有发生碎裂的声音了 小贼说这个晚上他彻夜没睡 从害怕的心里变成了那种 很强烈的想要去一探究竟的心态 好奇了 对好奇了 他给老鱼打了个比方说 就好像自己是一个很害怕蟑螂的人 看到了肯定要大叫着跑开 但是蟑螂像自己爬过来的时候 会毫不犹豫的一脚踩死他 这个我共情不了 不敢踩 他像我爬起来之后肯定跑得比较快 别的我还能共情 老鼠什么我还能共情 小贼当时就保持着清醒 到了凌晨五六点 天刚蒙蒙亮 他打开了门 在昏暗的晨光中 忐忑地抓着栏杆下楼 小贼确信 一整晚没有听到任何人 去打扫碎掉的瓦罐的声音 但当他到了二楼中庭的时候 往地上看 什么都没有 干干净净 对干干净净的 没有办法 小贼说 找不到原因 找不到结果 那我回去吧 他就回房睡了个灰龙觉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中途他妈妈叫他上 就叫他上楼来吃饭 他们妈妈住在五楼 小贼又很郑重歧视地问了 他妈妈说 你在这边住了好几个月了 真的没有在晚上 听过奇怪的声音 妈妈还是摇了摇头 说没有 他也不相信小贼说的话 或者是说 甚至是觉得小一贼的 这种质疑很无闹 只是让小贼早点睡觉 少玩手机 说你就是天天玩手机 看好说 才会想到这些了 手机都没了 对 他此时其实手机都没了 就小贼他这时候 他还嘟囔的说 我现在手机都进水坏了 也没地方修 哪有手机玩 那没说出来 当天下午午睡之后 睡醒之后 小贼又想了一声 又打开门 他这次往上走 这栋楼一共就五层 他再往上就是天台了 天气很好 楼顶拉了很多铁丝架 用来晾床单或者晒背 楼顶没有什么杂物 整个平台算是一览无余 也没有任何从物理层面上 可以被定义为罐子的东西 他在楼顶上站了好一会儿 看着远处的高山峡谷 他说平行而论 论风景的话 这边还是非常美的 但当小贼回头准备下楼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 他在注意到 这一栋楼背靠的小山上 坠着一片一片的发白的东西 什么东西 定睛一看是墓碑 那是一座坟山 就是说其实这个楼 被靠着阴气重的地方 靠着坟山而建 假的说当时自己心情麻了 毕竟才六年级 他能做的就是我找爸妈 但此时他爸妈不信他 不帮他 他也不想继续给妈妈添麻烦了 而且他后爸工作也很累 很少待在这个招待所里面 托高丽小贼就说 在招待所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已经快两周了 除了时不时有罐子下楼的声音 和罐子跳楼的声音 也没有什么怪事 这个期间呢 他也一个人在镇上逛了很多次 也坐了乡村面包车 去最近的这个小县城玩过 最近的那个地方叫做严金镇 要严金县 我不知道会不会读错 没有什么特殊的发音 就是十年的严 天定的金 严金县 小贼跟妈妈约好了 说陪就陪妈妈在这里面 待过一个月之后就回四川 在第三周的事情 在第三周的时候 他又遇到事 罐子从楼顶摔下来 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某天夜里 楼顶突然传来了 很像鸡在铺吞翅膀的事情 但小贼也不确定是不是鸡 他说除了铺吞翅膀的声音 他还听到类似于那种鸡楼那种咕咕咕的声音 他才猜测可能是鸡 然后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鸡从楼顶跟着罐子往楼下跳 他看到了还听到了 往下跳的时候 那种挣扎的铺吞翅膀的声音就更清晰了 甚至还有他撞到了护栏上 翅膀和爪子撞到金属的声音 以及类似于骨头 因为硬物碰硬物 断掉的声音 他耳朵也太好了 因为你夜里面可能特别的安静 这种骨头嘎巴断掉的声音 加上想象 包括这只鸡掉落在地上 挣扎着用翅膀在这边扑腾滑地的这种摩擦声 他全部听到 小弟说当时年纪比较小 他只知道害怕 他说现在如果换到现在的自己 可能要神经衰弱了 这个鸡跳完之后 瓦冠也安静了很久 到了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瓦冠声又来了 这一次呢 他是在五楼线滚了一圈 又咕噜咕噜地下楼 然后在四楼开始滚 当这个滚动的声音 来到小Z的门前的时候 他说自己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因为他听到这个声音变慢了 挺下来的 对 小Z说自己死盯着窗帘 但他始终没有勇气去掀开他 看一看外面 罐子绕着四楼滚了一圈 又咕噜噜地下了一层楼 在三楼又转了一圈 最后在楼底 停住了 就类似于列车到站的那种感觉一样 然后就停住了之后 罐子发生了碎裂声 嗯 就是他不是那种咕噜咕噜咕噜 啪 是咕噜咕噜 没有声音了 然后啪 自己响碎了 对自己响碎了 被动碎了 是的 之后的连续三天 每一晚都有鸡跳楼的 支撑声音 就每一晚都有鸡跳下去 现在就多加了一只鸡 对 瓦罐的声音也变得无序起来 有时候呢 从五楼往下滚 有时候呢 直接跳楼 有几次呢 也从楼下往上滚 就很奇怪了 就无序了 小弟说自己已经不行了 说连续熬了几天大夜啊 身体都要垮了 但是晚上还是不敢睡 只有白天才敢去睡 但白天睡得越多 反而是让越难睡着 恶性循环 对啊 他给妈妈说说 我要回四川 我待不下去了 妈妈看他精神状况 也特别糟糕嘛 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离开的前一晚 小弟想到底要不要勇敢一次 也给自己心里面一个交代 不想被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困扰一辈子 除非是 我们是遗忘掉他 这似乎不太可能 这一晚呢 小子一晚没睡 等待着瓦罐和鸡的声音出现 到了三点钟左右 瓦罐开始跳楼了 小子一自己在心里面 做了很多斗争啊 开不开窗 看不看 纠结了一个小时 他还是没能鼓足勇气 跳了那么久 一直在跳吗 不是一直跳 就是一直有这个瓦罐的声音 要么滚 要么跳 对吧 然后他再一看表 此时四点了 还有一个小时要天亮了 就在此时 小Z听到了 此前从未听到过 但是也无比熟悉的 熟悉到让自己毛骨悚然的声音 那是人的脚步声 这件脚步声可以说是 凭空出现在走廊上的 因为没有任何开门 关门或者上楼的声音 就这么突兀的出现在了四楼的走廊上 脚步声绕着楼层走了一圈 路过小Z房前的时候停下来了 小Z说自己吓懵了 到崩溃的边缘 他想用手机给妈妈求救 但是手机还是坏了 没有手机 对没有手机 在他沉浸在绝望的情绪当中的时候 这个脚步声的主人 突然发出声音了 伴随着无比熟悉的瓦罐和鸡 从五楼落地的声音 这个人说了几句话 小Z说应该是本地的土话 自己虽然当时已经在那边待了三周多 但是还是不太能听懂当地方言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却能明白那个人想表达的意思 大概的意思是 他就是翻译给我的 叫骑匹马埋把刀 钻进撑来挨一刀 抓公鸡埋进罐 养疼重疼有人疼 那个疼就是疼数的疼 就是那个虫子那个 就是同有 类似于这种东西 但是我觉得 等会我们后面再看 这里呢 小Z说他是凭借记性 特别是后半句 他一直没明白什么意思 是在跟我聊的时候 我根据自己查到的资料 以及小Z他大概 心里面就是脑补加上 可能加上一些想象 编出来的这个东西 他一开始以为是 他说养疼重疼 他感觉是疼痛的疼 他说什么叫养疼重疼 想不通 后来我询问了几位昆明 跟昭通的余友之后 得到了最贴切的分析 就是这个疼 这个疼字不是疼痛的疼 开头讲的那个疼 对 是开头讲的那个疼数的疼 养疼的疼 好这里我就给大家简单 介绍一下这个疼数 就是一直大家听着疼数 疼数到底是什么呢 说疼数也是一种巫术 疼数 古毒和降头 并称三大写法 是用死者 就疼数 是用死者的亡灵做媒介 而且怨魂的数量越多 疼数的威力也就越大 那在死者治疼的过程中 手段非常繁多 一种比较简单的就是 用疼瘾 把一种或多种虫卵 让活人吞下 以这个活人为疼瘾的繁殖库 那在死后呢 这个疼骨啊 就慢慢的孵化出来了 就就是养疼 对 孵化出虫子 这个虫子它孵化出来干嘛呢 它为什么是比古术更厉害呢 古术到这边差不多结束了 对吧 疼数是 这个虫子会把人的生魂吸收殆尽 把所有的魂魄 三魂七魄全部吸收掉 然后这个疼瘾孵化出的虫子 会以一种冬眠的形式存在 当失术的人需要用的时候 再用办法把它激活 当然这是一种 没有得到正式的一个恶术 就平时的古术好像是 是存在于物理层面 就是人的层面 或者是虫子跟虫子的层面 就是你把所有虫子放在那个 一个碗里面 然后自相残杀 然后最后那个就最明显 羊骨嘛 对对对对 这个已经上升到了灵魂层面 就明显是高了几个level 就是失术的人把那个 已经有灵的虫子 不是不是 存起来 不是 对 他就是把这个虫子 他吸收人灵魂之后 把它再存起来 但是他这个过程 他是比古术更恐怖的点 他要吸收人灵魂 古术也就是毒虫 跟毒虫之间的一个 常规的字 对吧 那我们回到小雷的故事 小雷说他听到这一项说化身之后 更是吓到不行 直接从崩溃的边缘 陷入崩溃 就晕过去了 他说不然我可能要跳窗 等小雷再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了 小雷说当天他就回神了 在回四川的车上 他睡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踏实觉 后来呢也没过多久 妈妈和后爸的工作结束了 又赶往了下一个工地 位置是在陕西 小雷就没有敢再向他们提 在云南发生的事情 至少他们两人是平平安安 离开了那个招待所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呢他还给我补充 后面跟我聊天 把之前看到的墓地的照片啊 还有那个地族的定位啊 全部发给我了 我拍了 对而且那个墓地还有玄关 厉害了 对所以怎么讲呢 就是整个故事让我觉得 本身没有什么太多恐怖的点 对吧 他没有发生什么危险 但是这个挖掘出来之后 这个事情啊 特别恐怖 我觉得过程比较折磨吧 对 因为他周期比较长 而且也不太寻常 真的是容易神经衰弱这样搞 对对 容易之后可能睡眠质量会急剧下降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如果说 没有最后那个人讲的那个歌谣什么的 这个故事小子应该能够慢慢消化掉 也不会记这么多年 对 就是因为那个东西 开始有互动了 对而且我觉得我有点 就是自责的是 我帮他解 完全解答出来了 他原来只是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帮他解答完之后 他知道这个叫弹树了 他可能会更 没事 现在平安嘛就行 对对 主要是现在真的是平安第一 对行 那第一故事到这边 OK 好第二故事我这边的 好的 原来是我们B站的鱼友 嗯 在讲之前先道个歉 因为这个鱼友的投稿 我可能是八月份的稿子 也压了很久了 也不是压了很久 我可能当时三天没有回他 归下来可以 工作比较忙 我听到响声 但是私信这个东西 我们一定会抽空看 并且会回复的 对对对 所以这边先给大家道个歉 我们正式开始故事 投稿人叫威尼1996 我们喊他威尼好 威尼自述 他常年是在国外工作的 故事就发生在自己 今年四月份 他正巧自己休假 回国时期发生的事 不久前的事 对 故事主角呢 不是他自己 是他老板朋友的一个员工 你看有点肉 对 就是两个老板 两个员工 对对 就跟他没什么关系 是 威尼呢 称呼他为D ABCD的D 因为D的工作性质原因啊 被他老板从意大利公司 下派到非洲某国去帮忙 因为跟威尼老板认识啊 D便被安排和威尼几个人 一起住一套那个员工宿舍 一样的地方 威尼表示啊 和D已经认识一年多了 所以彼此呢 都已经很熟了 威尼说D住在一楼 楼梯旁的一个房间里面 如果其他工人回来呢 D就会到二楼的一间房去睡 也就是自己平时住的 斜对面的一个房间 因为D的老板啊 在当地很有名 又有权又有势 加上D本人啊 也非常爱玩 所以作为当地负责人的D啊 经常要应酬 晚上呢 经常也是喝得醉醺醺的 就回来 如果哪天D没出门啊 一定是身体不舒服 生了病之类的 这段时间啊 威尼还在国内休息 他说有一天 公司女生微信 突然告诉他 说D去世了 哦 这么突然吗 对 其实听到前面一段 我感觉 他D的老板是拿都的这种感觉 你知道吧 大马的这种感觉 又有权又有势 又是老板 又做商业 然后D还要天天的这种运程 像不像拿都的这种感觉 是 有一点啊 自己呢 一开始肯定是不幸啊 说好好的一个人 天天在外面造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同事说下午三点钟左右啊 D的房间门没关 他第一次进去啊 叫D起床 叫不醒 过了一会儿呢 他又让另一个同事 上来继续叫他一下 可是呢 都没叫醒 D当时啊 还在打呼噜 以为D睡得很沉 就没有想着再去叫他了 嗯 四点钟左右 同事上厕所 经过D的房间 隐约听见了哭泣的声音 听着呢 他有点像梦魇那种 就是想醒也醒不过来 嗯 有点痛苦的呻吟声 因为他啊 不确定是怎么了 以为是做个梦 因为D平时经常这样 所以呢 也没当回事 就D他平时经常会 对 哭泣 就是哭泣 加呻吟的那种 醒不过来感觉 好可怕呀 对 五点多了 同事呢 继续去D房间 准备 这次真要的 他就要醒了 嗯 发现D的嘴唇呢 已经紫了 这时候啊 才意识到大事不好了 不巧的是呢 公司的车都出去了 就赶紧叫了一辆 经常合作的出租车司机 结果啊 还是因为送到医院时候 太晚了 D去世了 有点应该是 嘴唇发死 可能缺氧 或者是中毒之类的 嗯 有可能 同事们呢 回到住所之后啊 就锁上了D的房间门 当天二楼同事啊 都已经不敢回去 再睡觉了 都已经全部到外面酒店去住了 可不吗 对 一楼呢 还有两个年轻男同事 还有一个保姆还在 也因为D去世啊 他们删除了D的微信 并且解散了所有有他的群聊 这么快 对 因为Vinny跟我讲的是 就是 他们这么做原因啊 是因为群里面有太多 关于D的回忆了 就他们 怕看到难受 啊 是这样 就 就也不是工作群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也蛮 怪异的 我没有碰过 身边朋友去世这种情况 我有 倒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特别是 因为可能不在国内啊 因为可能不在国内的原因 你在国内如果是一个这个人 还没下定论 他的趋势是 什么原因啊 无论是 肯定是生病趋势的嘛 但这个病是 外力导致的 还是 他自己 还是他有自杀倾向 你解散这个群 其实在法律上来说 很危险的 哦 是这样 是不允许的 因为这个都要调查的 哦 那总之 他们就 很快的解散了 很快就解散了 了解 后面呢 老板呢 就开始找新房子了 说这房子也不适合住了 是 对 搬家之前啊 这期间 一切还都挺正常的 Vinny说啊 直到所有人搬走 怪事开始发生了 嗯 自己的微信啊 注意啊 是Vinny的微信 他这时候还在国内 对 他的微信开始谈出了 D的好友申请 我去 问他在哪 我去 Vinny啊 就觉得很奇怪啊 就问之前那个女同事 说D的手机 你们放哪了 女同事就去问老板 老板就跟他说 D的物品呢 他们暂时还没动 都在 还在那间房 锁着呢 Vinny说 他没有回应D的申请信息 也没有添加好友 就这样放着 自己自然以为是 其他同事 或者其他人恶作剧嘛 可是看见D 可见的朋友圈啊 的确是D 在意大利时候 发的朋友圈 当时自己还截图 发给同事看 然后那同事给吓坏了 就是说D 他其实 他的号很正常 嗯 但是 对 D 其实 他妈的家人了 他目前还没有 往鬼神方面想 但是另一个 在国外的同事 已经开始吓 对 被吓倒了 不敏感 大家呢 还是 以为是道号 道号之类的 对对 或者被人用了 对 消停了几天之后啊 D又不停地 从好友申请里面 重复地在问Vinny 两个字 在哪 Vinny当时就想着 说你怎么不找 国外那群人 你不停找 我在国内的干嘛 是 之后事情啊 不仅没有缓解 反而变本加厉 Vinny说自己 有次实在忍不住了 就在那个 申请框里面 就反问他了 嗯 说你到底是谁 几个小时之后啊 自己准备上床睡觉 D的好友申请 那边也回复了 还是两个字 在哪 Vinny有一天啊 实在是好奇 就通过了 通过了 对 终于通过了 他说他没有主动 去发消息问他 到了晚上 一样的时间啊 果然 一连串 在哪 又发过来 自己回了一句说 你在哪 嗯 停了一会儿 这个D 发来了一张 自己窗户 自己房间窗户的照片 还发照片呢 还在那个被锁的 我去 还在那个被锁的房间里面 就他死的那个房间 是的 好像有人在窗户旁边 拍了一张 Vinny这时候啊 心里开始发毛了 是的 觉得有点不对了 就赶紧把D给删了 嗯 第二天啊 Vinny让同事找人 去D房间看一眼 确认D的手机 在不在那 国外那个同事呢 就找了个保安 过去确认一下 D的手机呢 在房间桌子上啊 一直插着 还在充电呢 保安还拍了一张 手机界面 很多微信消息 但是手机因为锁了嘛 也看不到具体内容 嗯 Vinny说啊 D的好友申请至此 一直也没断过 还在申请 还在继续 对也没有换内容 重复就跟副足机一样 还是在哪 这两个字 直到十多天后啊 D的家人赶到当地 火化了遗体 去D的房间收拾了东西啊 该烧的都烧了 自己这边呢 终于是消停了 嗯 关于D的一切呢 也就尘埃落地 我去 对 故事到这边也结束了 如果你碰到你会怎么样 哎 他有发聊天记录啊 就是截屏 不是好友申请 他说好友申请 太晦气了 他删掉了 他有好多张和同事讨论 就聊这个事的 聊这个和D的 这个就不放了 因为 你觉得会 我感觉太泄露隐私了 这个 但是我确实看了很多张 大概有十几张 那如果说你碰到这件事 你会怎么处理 不知道 就可能因为我跟D 没什么感情啊 嗯 就是如果说是我一个 跟我关系很好的同事 这样 我肯定又害怕又悲伤嘛 但是 如果说一个跟我关系 平平的同事 嗯 以这种身份 我肯定会加了车打电话骂他 为啥 就我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就是 因为我第一反应就有人在做恶作剧或者是这些东西吧 已经一个拿一个已经过去的人的这个事这个身份来 你会生气吗 对 特别生气 我觉得就是你是亵渎了几个已经过去的人 但是事情发展到后半段 你会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恶作剧啊 对 就很诡异 那你会怎么办呢 我觉得从开头就很诡异 就是从大家对D的这个处理方式来看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外的风俗习惯之类的 就人过去了之后 你也没有去纪念他 你也没有干嘛 你就立刻把群都解散了 嗯 然后 可能说到老板直接搬出去了 就说到底可能也虽然熟 但是不是亲人吧 没有那么熟 只是同事 对对对 我们我经历过 其实因为我可能工作时间比较长 我经历过 嗯 当时是大家有去医院看 然后有会在他工位放一些花什么的 就那种这种感觉 即使你不熟的话你也会 但是这个公司是其实是不允许这样子的 你知道吧 就是你只能 悄悄悄的做这个事 也不能持续太久 哦 但是也没有明令禁止 也没有明令禁止 对对对 事实就是这样你说的 而且我那个时候是世界五百强吧 那个公司 我们还会凑份的 就是去给到他的亲属 慰问一下 对 给到亲属 就是分子 白氏分子 他这个故事倒是我觉得很 很奇怪一点 他问在哪 就到底想问什么 对 这个时候 难道是问维尼在哪 是 我觉得是应该 从灵异的角度上 可能是在问维尼 我如果是维尼的话 我会立刻通过 打电话过去 我在关地庙 你在哪 你是谁 你这个有点脱陷了 是的 我反正我真的会 我会跟他聊一下 就是真的看到底是地 还是谁在做这个事 行 OK 那咱们下个故事 好的 大家好 我是阿伟 今天第三个故事由我来说 好好 这个第三个故事 是来自荔枝的投稿 ID叫做凯撒贝利亚 我们就称他为小凯吧 好的 小凯说 事情就发生在今年的春节 小凯上学比较早 所以他比同龄的朋友 都提前毕业一年 今年他已经工作了 等春节放假回家 就早还在上大学的几个兄弟 一起去玩 他记得当时是年初一 因为已经是春节了 可玩的东西 肯定比平时少一些 几个人一合计 只能去玩坐游了 然后 因为大家一年都没聚了 所以也玩得很开心 玩得有点晚 当天结束已经到凌晨一点的样子 哎呦 那么迟 散场的时候 小凯的一个兄弟家住的也比较远 小凯就提出说 骑电名车送他回家 都是自家兄弟 就没客气 就欣然同意了 小凯说 因为晚上车少 所以他们决定 操进道 从他们当地一条 明朝就挖的运河旁边穿过去 如今河岸两边都是一些 城中村之类的一些古老破旧的建筑 此时也因为是夜深了 已经没什么灯光了 估计住户都睡了 也因为是老城中村的原因 路边除了很暗的灯光外 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光 当时小凯他们一路车速都不慢 一口气骑到了兄弟家附近 小凯说 路边突然出现了一家 24小时营业的自助成人用品店 店铺没有关门 然后里面发出了那种 很暧昧的那种粉红色的灯光 但是却看得格外的扭曲和怪异 就是小凯不自觉地放慢车速的时候 不自觉想进去是吧 所以他想看一看 他看到了店门口蹲着一个 穿着浅色连衣裙的人 小凯形容说 这个人是双手抱着膝 面朝店门口蹲着 虽然自己车速降低了 但也是一瞬间就过去了 并没有看清这个人具体的身形 能估摸着是个女人 等小凯车已经骑过成人用品店后 到了一个拐弯处 他才把车速降得很低 回头看一眼 奇怪的是等他这次再回头 刚才看到蹲蹲的那个女人 已经看不见了 而且奇怪的是 成人用品店内发出的那个灯光 也是白色的 压根都不是之前看到的粉色 变了 对 小凯没有多想 他就赶紧先送朋友回家吧 就骑车走掉了 等把朋友送回家后 不由自主的小凯又原路折返回去了 当他快要到刚才那个成人用品店的时候 又不由自主的降低了车速 映入眼前的还是粉色的 那种充满暧昧的气息的灯光 但和之前一样 都透露着一种怪异感 还好那个店门口并没有蹲着一个女人 不在了 对 但等他车子经过时 店里的灯光突然就灭掉 然后把他吓了一大跳 他强迫自己不要多想 估计就是店关灯了 或者电路出门期了什么 虽然如此 他心里还是止不住的犯低谷 与其同时 他感到车后座明显沉了一下 感觉就像被什么东西压了一下 这个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 大概也就是他骑车骑到大陆上时 就消失了 不过这也就是三到五分钟 小凯没敢多想 骑高车速赶紧回家 等到自己家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父母也早就睡着了 但小凯自己 却被刚才那一出吓得毫无困意 他洗了个澡 打开电脑 准备玩游戏缓解一下神经 时间大概到凌晨三点半的时候 他听到隐约的敲门声 为什么说是隐约的呢 因为声音是敲小凯家的大门 而此时他是在自己的房间里 还戴着耳机 最开始小凯并没有在意 以为是敲邻居家的门 但这个咚咚咚的声音 一直没有听 关键这个敲门声很奇怪 不是那种咚咚咚 敲两下 然后停 然后再咚咚咚敲 而是一直不停的那种咚咚咚咚咚 凡人死了 对 不间断的声音 小凯拿下玩游戏的耳机 打开自己的房门 走到客厅门口 就问 谁呀 大半夜敲门 自然是没有答话的 而且敲门声还在继续 这个时候他开始有点害怕 但他第一反应不是灵异的什么 而是担心有匪徒之类的 想要引诱他开门 然后入室抢劫什么 想到这里 小凯不仅没有开门 反倒是咔咔 把门又反锁了两天 等他回到自己房间 敲门声还是在继续 小凯戴上耳机 打开降噪 全然不顾了 时间慢慢流逝 等小凯发现敲门声停止 自己准备睡觉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凌晨四点了 第二天 大概十点钟左右 小凯就被一阵变异弄醒了 然后他就出现了严重的腹泻 几乎是拉了一天 伴随着腹泻 下午的时候 他还出现了高烧39度 因为那时候正好赶上第一波开放 所以他还自己做了一次核酸 结果是阴性的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 大过年的 还是去了趟医院的急诊 检查了一下 应该是什么细菌感染 医生给他打了一针 就让他回家了 可是没什么用 虽然腹泻慢慢止足了 但是高烧还是不退 小凯就被烧得迷迷糊糊了 他还问父母 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敲门的声音 说声音挺大的 而且敲了半天 父母都予以否认了 第三天他又去医院打了一针 烧依旧是没有退 当天夜里 小凯梦到了那个蹲在成人用品店的女人 她在投稿里说 那个女人具体的五官长相 自己已经忘记了 但她清晰地记得 那个女人在梦里笑得特别贼 甚至说可以说是很贱 试图在小口小凯身上摸索 非常暧昧和大尺度的那种 哦 我以为拿东西呢 可能是杰斯 小凯却莫名的一阵无名火 不知道为什么 完全没有做春梦的那种情绪 反倒是很想打这个女人 于是他不由自主地 一只手掐住这个女人的脖子 另一只手来来回回抽这个女人 五六个大耳光 没想到吃了五六个大嘴巴 这个女人还是在笑 嘴都咧到耳朵根了 哎呦 就在此时 小凯房间里 突然闪现出一阵奇怪的光 即便是在梦里 小凯也能感觉到这阵光的热和亮 这个女人就突然地缩回到墙里去了 没错 小凯在投稿里强调 是那种宛如融入墙里一样 缩回去了 消失不见了 同时 小凯也醒 感觉自己出了一身汗 拿体温计测了一下 竟然退烧了 到37.6度 哦 好了 这个故事就暂且告一段落 过了一会儿 小凯继续发来了投稿的文字说 这个事情还有个小尾巴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和之前的事情相关 就是今年四月的时候 他有空回家和朋友玩 再次途经这个之前那条 那条路 当时已经黄昏了 小凯和朋友在那条路上 越走越不对 因为他发现脚下全部都是纸钱 哎哟 而朋友也非常怪异 本来很健谈的一个人 自从走上这条路后 就一言不发 小凯看到之前那个成人用品店 竟然还开着 关键是 此时还没天黑 他就打开了奇怪的灯 这时既不是粉色的 也不是白色的灯 而是一种莫名的橘色 小凯说自己从来没想过 成人用品店会用橘色的灯光 赶紧拉着朋友 试图走到大路上 也就是这一瞬间 他看到 橘光的瞬间 感到身体一凉 但他还是 死命地拉着朋友 回到了大路上 等到了大路 一切都正常了 朋友又开始叙叙叨叨了 小凯问他 刚才干嘛一直不说话 他又说自己在玩手游 做什么任务 小凯没多问 但感觉似乎还有什么事即将发生 一直到投稿的七月 倒也一直很正常 这边我们链鱼 还会继续和小凯保持联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听完错误 我觉得可能就是 那个店有问题 对 就这个店 现在蛮常见的 就是南京起码有很多这种 无人的传承用品店 一夜里面开灯 对对对 24小时营业的嘛 确实我也没看过 有橘色灯的 一般都是粉色 粉色或白色之类的 橘色的话 会不会是逐光 我去 你好恐怖 我听到第一反应 就是逐光嘛 就我觉得这种 你正常这种营业的店 不会放橘色的灯 对啊 而且你这种事情 就是陈永敏这方面的事情 你再往恐怖 跟恐怖灵异结合的话 我觉得更可怕 他一开始说是粉色的 然后到侧边白色 我一开始想是 可能灯的问题吧 正面看分得太好 侧面是白色 想想看 现在 现在的灯都是LED 不可能出了这么大 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 那个女的也很不正常 就我们小时候那种灯牌 侧面还是更正面 不不 你小时候 我零零后 行 那这个可以到这边 好的 然后下个故事呢 比较特殊 是老鱼跟妙妙第一次 采集 不是不算第一次 是因为我们俩人共同采集 是第一次 对 你之前有偷偷采集过 多次 是 因为你那时候羊了嘛 对 这个故事呢 不长 但是呢 很恐怖 但是又是个叫什么 链鱼创造历史的一刻 是是吧 一个新的一刻 对 请我们且听这个故事 OK 本期不一样啊 我们请到了嘉宾 好 记不记得锐 是 就是我们的钢铁 钢铁不神论 好像我生病是吧 对 然后你那期养了半年嘛 对对对 把锐耗过去来 我只敢听那期 因为那期没有我声音 而且那期锐他比较 科学唯物 对吧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插一下啊 就是那期其实我后来回头听了一下 那期这个 出怪事了 老鱼找我是 时间点其实不太对 那时候我的工作性质经常熬夜了 那期其实我前天熬了个大夜 他还逼你是吧 第二天上午有点懵逼 逼到不至于啊 但是我后来回头听了一下 确实我感觉我有点懵逼 所以因为我相当一段长时间 已经没有熬夜了 所以今天状态也会稍微好一点 就没有那么唯物了是吧 其实我先说一下 我其实没有很唯物 是吧 是吧 是这样的 因为我本身的工作性质 是跟这个统计学和概率学有关的 所以有些东西我很喜欢把它量化 是这样的 就是鬼神界的东西 我是不是完全不相信 其实是会有相信的 就是有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部分 我还是会相信的 但是我会尽量把一些 无法解释的部分 用我自己尽可能的去量化 去科学的解释 就合理化 对对对 尽量去合理化 职业病了 算是职业病吧 工商 工商 可以这么讲 对今天还要再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一个新来的嘉宾 也是今天一个故事的一个主讲人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惠子 这个惠子呢 是我的一个合作伙伴 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故事吧 围绕惠子的故事开始 可以可以 行 好 那我就开始讲我的故事 好的 是这样的 就是 呃 其实我这个故事 其实我这个故事很少跟别人讲 因为我觉得没人是信 所以我基本上不讲 然后那天是跟瑞在随意聊天的时候 了解到他是一个 就您说的钢铁唯物 然后呢 我就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唯物的人 当然我也不是唯心 我也没有 皈依 也没有任何信仰 所以说我都是抱着对世界万物一种 很 都接受 嗯 然后都都想了解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我就跟他沟通 我说我这儿有一件事 想跟您说一下 你看你怎么看 嗯 然后呢 然后他听了非常的这个投入 然后他就邀请我说 来 我想让你把故事 呃 分享给广大的这个 呃 也是可能 听友 听友们 因为当时在场其实不止我们两个 还有另外两个 对对对 他们也听了非常的 一开始我感觉你好像 不太准备细想 对 然后是我强烈要对立句细想 对对 你怕大家不信这个东西 对因为就是我也关注过很多人 不管是外星文明 地外文明啊 什么的 这是也都关注 然后呢 但是基本上大家都停留在看 啊 但我是有触觉的 就是你产生了物理上的接触 对 就是这个 第三类结束 哇 这个可能就更更加会让人不相信 所以我就不讲 我基本上也没讲 再加上就是因为我母亲是 嗯 信佛的 归一了 归一了 然后他其实归一还挺晚的 就是大概在他 反正年纪挺大的时候 他才归一的 嗯 所以并不存在说我受他影响 嗯 也没有 然后他其实虽然觉得这个 呃也想让我归一 可是我没有归一 因为我没到那份上 啊 我对世界方面 我还是不管是哪个宗教 我都是都是了解一个心态吧 一个开放的 开放的 接受的心态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故事 这是背景啊 嗯 就是大概讲我是对这个 所以说我不存在 我个人认为不存在心理暗示 了解 嗯 对是这样的 大概 那我就开始讲 好 是这样的 就是 嗯 因为我母亲归一之后呢 他有一个习惯 就是每隔15天或者10天 他要送地藏经 嗯 因为地藏经的时间非常长 它是一本书嘛 嗯 如果不熟练的话 全部读完要一个半小时以上 所以说我母亲当时 那天事情发生的当天 他就要送地藏经了 嗯 但是时间并不是很晚 大概是傍晚7点多左右 他告诉我 他说他要送地藏经了 意思就是这期间 我不能打扰他 对 然后呢 我就好 我知道了 呃 当时是夏天 所以说天色还没有说 七八点时候 也没有说暗到非常 很黑那种地步 倒也没有 我当时带儿子 因为我当时儿子可能 一岁左右 刚会走 还不太会走的这个阶段 嗯 然后呢 我就说 那我就带她睡觉去了 呃 我的事情的发生是在卧室啊 我母亲是在客厅 送地藏经 呃 开着日光灯 非常亮 非常亮 就家里的灯 基本上都打开了 然后我们在卧室睡觉 所以就不需要开灯 门是开着的 嗯 从客厅的灯源进来 是有辅助光源的 所以 整个房间可以说是 也不黑 啊 也不暗 就什么也都能看得见 就这种状态 标准的光源 标准的光源 当然不像说我母亲在 客厅日光灯 非常亮 那倒没有 嗯 然后呢 那我就 因为你想想看 八点钟左右 我是不可能睡觉的 然后可能 因为你们是男性 不太了解 就是哄孩子睡着之后 后面的时间 是非常自由的 哦 就完全属于我的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 孩子睡着之后 我就开始疯狂的玩手机 嗯 疯狂的玩 所以说 当时我在玩手机 孩子已经睡着了 嗯 我听到我母亲在客厅 送经的声音 非常清楚 嗯 八点钟 我不可能 睡觉的吧 然后在玩手机玩 呃 这是背景 突然 我感觉到 因为 我的手机是亮度 冲着我的脸 我在玩手机嘛 对 我突然感觉 我手机背后 有个人影 嗯 有个人影一样的东西 我就开始产生怀疑 这时候我手机 手已经没有 触碰我的手机了 所以你那时候是坐着玩的 是躺着玩的 躺着玩的 手机背后有 因为是这样的 床 因为就是为了 为了床更大嘛 我们是横着躺的 嗯 然后我是躺在床尾 那即便如此 你也是平躺的状态 是平躺的状态 那等于说 这个影子是浮起来的 这个 你听我讲 你就知道了 然后呢 我是感觉 这个人影是趴在床上的 趴在床尾 趴在床尾 然后从手机背面 看着我 就露了一个头吗 有胳膊 就它是 小臂 胳膊那个小臂 趴在床上 然后歪着头看着我 嗯 当时我是这样的感受 我的手机设置的 应该是 一分半还是两分钟 吸屏 嗯 所以这整个事件发生 我觉得没超过两分钟 嗯 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 因为我妈在诵经的时候 诵经前会告诉我 说她诵地藏经的时候 六道鬼畜会来听 然后呢 我当时根本没当回事 因为我不信佛 我也没有皈依 所以她说就说 我没当回事 只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那种状态 嗯 所以她说完之后 我立刻想起这句话 呃 我就 我 我当时产生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就是 我这辈子 可能没有这种机会 再看 再跟她近距离接触了 因为很近很近 她就趴在床面看着我 她的脸其实就紧 挨着我那个手机背面非常紧 如果我当时大胆一点 把手机翻转一下 过去 那个光 可能直接照到她脸上 我就能看见她了 是 但是我不敢 我倒不是说 但是你想 我想 对 我当时有这个念头 但是为什么我 我没去这样做 是因为 我不想记住她的样子 因为她可能会伴随我的后半生 那个模样 是的 所以我不选择怎么做 可是我就一闪而过一个念头 是我想去摸她 我想触碰她 确认一下 对 因为就是我胆子 我在这方面胆子比较大 因为我一直在研究 不管是光明慧 外星 第三类接触 我自己都是比较感兴趣 对 所以如果觉得这种机会非常难得 我 当然了 我作为母亲 第一个想法是 当然心里也是害怕的 我会伸手摸下背后 我家儿子 有没有在睡觉 对 我摸她 然后她肚子一起一扶 就知道她在睡 还要睡 对 所以我就是产生了 既然安全的情况下 我能不能触碰一下她 对 所以说 就 这整个过程我是没有碰手机的 所以 屏还是亮着的 它没吸屏 所以是在两分钟以内 我就伸手 去碰她 然后我真的 真的碰到了 什么感觉 我真的碰到了 第一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 它是冰冷的 它是有体温的 而且和我们的体温是一样的 就是不仅是实体 也是有温度的 有温度的 有温度的 会比较硬吗 没有 软的 就会 人的肌肤 对 就像和你摸到一个人是一样的 就碰到另外一个人 当然我不可能是抚摸 然后是 没有 只是碰到 就赶紧缩回来 然后当时 我就闭眼睛 害怕 我就闭眼睛 我说你赶紧走吧 就心情默念 赶紧走吧 就是跟你无冤无仇 就对着 你不要伤害我和我的家人 或者是 然后呢 这整个过程 手机还是亮的 所以我就 默念完之后 这个整个过程 我母亲在客厅 送经的声音 也都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是不可能睡着的 一切的一切 我都非常清醒 然后这个时候 我心中默念完之后 我就慢慢的睁开 已经没了 就是当你心中 已经祈求它走的时候 然后你再睁开眼睛 它已经就消失了 消失了 然后这个时候 手机还是亮的 我当时我当时吓傻了 就是有点蒙的状态 这个时候 我为了就是维持这种状态 就是不想让手机吸屏 我就赶紧点了一下手机 它就会继续亮嘛 然后因为我房间没有灯 有点光是壮胆的嘛 我就赶紧点一下手机 它就又亮了 这个时候我就在缓 就心脏其实跳得非常快的 就整个状态是很蒙的 不可思议 然后这个时候 我大概缓了 整个过程 我妈在送经我都听得到 大概缓了得有十分钟吧 十分钟左右 才缓过来 才缓过来 然后我就慢慢的坐起来 坐起来之后就去客厅 去客厅 我妈在送经嘛 我就坐在 坐在沙发上 我妈背对着 我就跟我妈说 我就喊我妈 我说妈妈 然后我妈 我妈就是一边送 她就不理我 忽然来一句 你别说话 我知道 等会儿 然后呢 她知道 她说她来一句 我知道 等会儿 然后呢 口头禅还是真知道这事 这是她有可能预感到 我因为她说过 她送经的时候 她送经的时候 遛到鬼畜 对 她有可能预感到 因为我没有这么反常的 可能甚至是 她可能余光看到 我有点不对劲 然后我就不敢回房间了 我就坐在沙发上 一直等她送完 一直等她送完 她大概送完 整个过程是一个半小时 她当时不太熟练 一个半小时 可能反正我就哪儿不敢去 手机也不玩 等了大概 你看她送完 差不多等了一个小时 因为送经 她除了送经 本身也还有一个回向的过程 就是所有的 居士都是这样子的 那可能要完成这一整套 她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对 我就坐在沙发上 我也不玩手机 没心思吧 我就坐在沙发上等她 等她所有的过程 全部结束之后 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 我说妈妈 我看见一个人 我妈说我告诉你了 我送经的时候 遛到鬼畜回来看 我去 回来听 她好淡定 对她好淡定 遇到之类的事情 对她好淡定 我当时就非常的 就是怎么说呢 对我妈有一种 崇敬的感觉 立刻高大起来了 对立刻高大 以前我说 说实在的 我不认为 不完全性 对对对 我可能认为宗教 更多的跟政治 是因为 挂钩的 所以我对宗教 不是那么的 对所以说 但是当时发生这个事 我就立刻觉得 我妈也高大了 然后呢 她以前说 也让我送帝当地 我都是敷衍 你就不愿 不愿不想 然后呢 就是发生过 这件事之后 我说 这是另外一个小故事 我就说 我来送一下 我妈说 你送地藏经 是什么呢 是让你的 累世的冤亲债主 清账的 就有点这种意思 就是你累生 累世做的一些冤孽 或者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给你清账的 然后让你回想 就刚才您说的 回想 然后呢 我妈说 你送完之后 又会有各种不适的反应 我去 然后我当时想 扯 我不相信 她送完了以后 你有各种不适的反应 没有 我没有 是必须自己送 自己送 她自己 自己 因为是你 就是相当于你还账 你的累生累世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会有产生一些不好的反应 然后比如说你以前做的孽 就是用他们服教的话来讲 业障 业障 对 用他们服教的话来讲 我当时是不相信的 我说不可能 我是抱着什么心态呢 我就不信 我就来做 我看是什么 什么效果 对我不信 然后呢 我就 我妈那天就拿了那个地藏经给我 说你来 你来读吧 我妈也没有说说服我 没有 从来没有 她从来就是也是很 因为她 她是格鲁派 就是不像一些 她不像这个汉地的佛教 就是求嘛 求佛 求福 求子 求财 就是大多属于汉地的佛教 需要烧香 要磕头 对 她是藏地的 藏传佛教 是格鲁派 是没有这些的 是的 就大乘佛教 主修智慧 对 像泰国 就是小乘 小乘佛教 对 就是会求嘛 你付出要得到 还是有一种 什么利己的关系在的 我是觉得 所以我对这个不是特别 但大乘佛教 我是尊敬的 所以你送完之后 你后来送了吗 我送了 送完之后 有没有不识感吗 有 就说出来 就又很神奇 就是我当时 那个地藏经 送完大概一个多儿时 因为它是很灰色的 里面有一些 不是我们日常的汉 它是文言文 连文言文都不算 就是那种字你认识 但是这个字 平在一起 平在一起 你感觉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 对 我作为英语阅读理解 差不多的感觉 甚至不通顺 甚至不通顺 就是你文言文 你可能读百遍 你都齐一字线 你可能都能懂大概的意思 它在描写春天 它在描写秋天 但是那个地藏经 完全没有 所以说当时 我送完之后 大概是个什么 什么什么 就是我是坐着送的 在餐桌上 然后旁边是沙发 我不夸张 我送完之后 站起来 就想往沙发上倒 因为眼前是黑的 是头晕 头晕 头非常晕 然后我当时 也给自己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 我不可思议一个想法 就是你看我们都 高中都读过书 都背过书 两堂课连上的都多了去了 你就在那背历史书 你背一堂课也不可能晕吧 对 而且我当时状态都很好 吃的饱饱的 也没有任何的身体不适 就确实是有这个 叫做清夜障 清夜障的感觉 对 所以我送完之后 我眼前是黑的 然后我就倒在沙发上 躺着 躺了好大一会儿 我才缓过来 然后我妈又来一句 告诉过你 你送完是会有不良反应的 是 我又觉得我高大了一点 倒不是觉得她 那个是觉得 我觉得这个挺神奇的 就宗教这玩意儿 就是挺神奇 是的 然后又多了一份尊敬 但我依然还没归一 其实我倒是没有 就是听过 就上来 就是我从来不信的 然后我第一本念的经 就是地藏经 一般像法华 还有那个难言 甚至是大卑咒 这些都会多 法华经应该是比较多的 我不是特别懂 之前没查这个资料 所以地藏这个 而且刚才有说到 这个 藏密那块了 正好最近 有投 有投稿 有很多西藏的投稿 然后我就跟老爷聊了一下 藏族 他有三大菩萨 地藏王 金刚手 和观世音 金刚手就是我们所说的 大知识菩萨 也是算可以用白话来讲 就是藏区的大手 那就是法力比较高强 然后观世音就是救苦救难 地藏王他本身怨力也很强 而且在藏密里面说法就是 地藏王菩萨倒跟我们传统理解的空手地狱不一样 他是现世佛 就是如来指定的下一个承接者 但他不是说是末世佛 因为有现世佛如来 末世佛是阿弥陀佛 然后未来佛是弥勒 那在弥勒跟阿弥陀佛之间有一位 或者说是在如来跟阿弥陀佛之间有一位 应该就是地藏王 但是地藏王他在菩萨果位 他的大院是地狱不空 是不是成佛 所以他一直或者是永远他没有办法去行成 就是不是说行成吧 成佛 成佛 对 所以地藏王他其实 哪怕你到汉家的这个佛学里面来讲 武台山和这个我们的九华山 还有一个是普陀吧 这三大都是最大的 中国最大的佛教圣地 而且九华山好像就是 他在被开发之前 九华山现在就是旅游很兴起 在被开发之前 他就会有很多的 包括古人去造坊 已经形成了一种 那边形成了一种文化气息了 佛家的这种 而且我还很好奇一点 当然刘佛讲完之后 瑞倒是什么反应 他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么淡定 他反正全程听的是非常的认真 还是比较认真 然后 然后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然后告诉你 你没空 然后就有了今天 对对 上周比较忙 因为就是这类的故事 我也听过不少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 也会跟我偶尔提起 但都是仅限于看 甚至他们会自我怀疑 我眼花了 或者说是 但是这种接触类的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现场都是看到 或者是自己产生了一些 这种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 而且他们会自洽 我是眼花了 我没睡好 或者是我什么 其实那天我听完你的故事 我回家 我也去逻辑自洽了一下 我把我的逻辑跟你讲一下 好 一般正常 就是说你是真实的接触到了 这个我们暂且成为灵奇 对吧 但是而且是有触感是有温度的 其实从触觉对吧 还有这种感知方面 都已经有尸体的东西了 然后我一直在想问题 就是说灵体这玩意儿 它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形态存在 因为我又要扯到物理化学了 大自然当中正常 不都是固体液体气体吗 其实还有一个是等离子体这种东西 是占我们整个 不说地球了 是整个宇宙里面 其实含量相当高的 所谓等离子体 其实就是原子里面 把电子给脱掉 然后剩下来的那种物质 它其实是一种不稳定的物质 它一定要跟周围的电子 也不是说要配对 什么 因为我不说乎理化学专业 它本身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因为里面跟电子 单独过离以后 是跟电子相关的 这个时候 你其实可以用磁场去控制它 就你能测量到 但是你看不见摸不着 你也能摸到 但它因为不稳定 可能会给你造成 某一些伤态之类的东西 比如说等离子体 闪电 就是等离子体 然后有一些高温火焰 也是等离子体 我们平时造谈上面看到的火焰 其实不是等离子体 而是气体它到了燃点以后 燃烧了以后 发生了一种化学现象 发生生热生光 但有一些高温火焰是等离子体 它是可以通过磁场去控制的 可能有一些什么加粗仪 或者一些量子物理 或者说就高能物理之类的 对 都会用一些等离子体 加上磁场以后 去做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测试 所以我在想 就是零体 或者说再直白一点 就是鬼 它有没有可能是等离子体 但后来我想一想 上网搜了一些东西 过程我不说了 总之我把它推翻了 因为它本身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而且大部分等离子体 都是可能要在高温 或者有一定压力情况下出现 才能兴趣 对 就是你们之前 如果你们小时候去过科学工 或者在电视上看过 特斯拉灰光管 就是高压电 在一个玻璃球里面 然后有一个闪电 你手碰到 它能在你手底下动 那个其实就是等离子体 但那种等离子体 它好像是温度也好 压力也好 好像也没有到 人不能接受的一个 只是有个玻璃隔阵 我在想 灵体有没有可能是 类似的那样一种情况 或者网上还有一种言论 叫做亚等离子体 在一个亚子 就是说它的状态 可能跟等离子体 本身的高温高压 或者说这种不稳定的 游离状态 可能不太一样 大概是 我这猜会不是这样 但是一想到惠子 那天也摸到了 对吧 等离子体直接接触 然后它这么稳定 我想想可能不太对 这时候我罗子恰 自我合理话没合成 失败了 刚才两分钟 都听了些什么 所以说这件事情 我目前没有找到 科学解释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 你摸到了对不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真摸到了 我第一反应 可能是看看床下 有没有一小偷 我可能会先不动身色 找个棍子 看看床下没什么 毕竟小孩躺在床上 所以因为我补充一点 就是 是个所谓女性 是女性 能看清 轮廓 轮廓就有长发 轮廓包括 没有 那个没看到 就是我只能看到 就根据这个轮廓感 身体的轮廓 身体的轮廓 因为它是半趴着的 等于说是从胸椅上 我是可以 能看到肩是吧 能看到肩 其实男女肩宽 还是挺异贤 体型啊 对 包括那个触感 就因为我不是碰他了一下 对 那个触感像是 其实从这么讲 应该它就是 所谓来听经的 因为阿飘这种 从学习角度来讲 它是需要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 解脱嘛 轮回 对 为什么说佛教 不是佩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寺庙的周围 反倒是阴气比较甚 因为很多飘他聚在寺庙周围 他试图去获得这种气息 来助自己重新奔入轮回 特别是一些故门野鬼 我感谢惠子跟瑞的这个大力支持 对 这个故事真是 放在我们一百七里 是 虽然他们已经 大家已经 怎么讲 合理化 用尽力气 合理化 但是不太能合理化 不太好合理化 也是祝惠子后面能够评价顺序 OK 这两个部分都发生在自己小时候 住在老小区旧房子里面发生的事情 是相关联的吗 没有关联 但是场所是一样的 场景 而不是地点是一样的 对 他先介绍了一下房子布局 开门见山 他说老房子比较小 只有两个卧室 一间厨房和一个厕所 主卧里面的一部分作为客厅 客厅出门是一个非常狭小的走廊 对面就是自己住的小卧室 两个房间门对着开 走廊靠近两个卧室门 一侧是屋门 另一侧是厕所门 厨房门是斜着厕所门 靠近自己那个小卧室的 下面是第一件事情 有一天晚上 爸爸出去吃饭 很晚都没有回来 自己已经在睡觉了 睡在自己小卧室 妈妈则在大卧室床上坐着 等爸爸回家 两个卧室门都开着 因为很晚了 家里灯都关上了 只留下了大卧室的一盏台灯开着 妈妈在灯下正读着杂志 小黑睡在小卧室里面的角度 正好能看到他 这样让自己睡得很安心 小黑说正当自己半梦半醒的时候 突然从走廊另一侧 清清楚楚传来了三声鼓掌声 来了他来了 把他和妈妈都吓了一跳 妈妈抬头第一反应是训了小黑两句 说你不好好睡觉你在厕所拍什么时候 妈妈以为是他在搞 但是之前提过 这两个卧室的门是对着开的 妈妈一抬头就看见小黑 在床上睡觉了 表情就开始有点惊讶了 古怪起来 对 因为从发出声音到妈妈看小黑在床上 还不到一秒钟 怎么可能是小黑的行为呢 对 小黑说妈妈这下意识到不对劲了 就下床边过来就边走就边问自己说 你听声音是不是从厕所那边传过来 自己呢在床上看着妈妈点点头 一下子呢一点睡意也没有了 妈妈把厕所灯打开 自己也好奇的下床跑过去看了一眼 嗯 厕所里面昏暗的灯下自然是什么都没有 妈妈这时候啊就安慰小黑说 可能是水声了 小黑跟我说啊 这件事情他知道肯定不是水声 那么简单 是非常清晰的三个拍手声 很有节奏的拍了三下 水滴声呢是不可能是这样的 没有那么大 对 这第一件事啊小事 我就结束了 就是拍手 对 第二件事啊是小黑已经长大一点了 在某个下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自己年纪大以后啊 不能这么讲 自己岁数大了一点以后 长大了 睡觉呢直到要关上门了 有隐私了 那天晚上也被例外 床是在房门的左手边 靠着墙 而小黑啊他习惯自己对着墙 侧着睡 哦 那天晚上啊也是这样 小黑说半夜啊 家里人都睡着了 自己也准备休息了 突然外面就飘泼大雨了 因为床头靠近窗户啊 自己赶紧就爬起来 把窗户关上了 关上以后啊 小黑继续对着墙接着睡 就在这时候啊 突然外面走廊传来了一阵 非常清晰的脚步声 小黑当然是以为是爸妈 起来上厕所 很正常 也没有太在意 很快啊 他开始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估摸着已经有五分钟了 这个门外的脚步声啊 还在响 原地踏步呢 对 就好像是有人在走廊上 来回躲步 小黑说当时自己心里面 已经有一点紧张了 爸妈应该已经睡着了 就算起来上个厕所啊 你怎么可能在走廊 走那么长时间 对啊 正当自己对着墙胡思乱想的时候啊 突然这个脚步声 变得越来越小 好像那个人已经进房间了 我去 小黑这时候啊 还在想 会不会是小偷过来偷东西 但是因为有些害怕 心想如果真是小偷在房间里面 发现自己醒了 要害自己怎么办 爸妈呢 在另一个房间里面 肯定是来不及救 小黑当时就决定 干脆装没听见 继续睡 装睡 钱乃身外之物嘛 小黑回忆啊 让自己感觉很奇怪的是 他紧张的听了半天啊 这个脚步声似乎是在自己 床前原地踏步 我去 与此同时啊 自己心里突然一阵发毛 因为他突然想起来 卧室的门并没有被打开的声音 对啊 小黑这时候跟我补充到啊 他说自己小卧室的门是反锁的 因为索性比较老 每次拧开啊 都会发出很大的弹簧声 但是刚才这个脚步声进来的时候啊 没有任何声音 穿门而进 嗯 这点想明白以后啊 自己一下子浑身出了一圈冷汗 整个人啊 这下你想动 他都动弹不了了 吓得害怕了 那个脚步声啊 突然像疯狂的古典一样 开始越来越想 我去 想的 想不停 就像有人在房间里面来回跑步一样 自己的心呢 已经提到嗓子眼了 脑子呢 在飞速的转动 小黑在想啊 要不要回头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还说不管那个东西 还一如既往的装睡 就在自己思考的时候啊 这个脚步声啊 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 好像在四处看房间里面东西一样 终于 过了不知道多久啊 那个声音啊 从房间里面出去了 这串声音呢 居然从走廊 到了自己隔壁房间的厨房里面 又是一阵稍远的异响之后啊 彻底是安静了 走了 走了 小黑回忆啊 他全程只是凭着耳朵听的声音 来判断那东西位置 身体是一寸是没敢挪啊 那天晚上 自己一整晚没睡 一直保持一个姿势 在听周围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 整个床单都已经湿透了 房间呢 检查了一下 也没有被翻动的痕迹 只是在窗台上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啊 大片且诡异的掉了一堆墙皮下来 哦 墙皮掉了 对 故事说完了 嗯 但小黑跟我就是推测了一下 他自己的定论啊 也不能说定论 他说他们家这个老房子啊 嗯 是和宗教有关的 是和宗教有关的 他爸爸早年信奉过基督教 奶奶生前也是基督教徒 在爸妈结婚之前啊 爸爸和奶奶两个人在旧屋子里面组织过家庭教会 哦 房子呢 相当于是信徒的据点 每天都有很多信徒在里面举行一些宗教活动什么的 嗯 就他说不知道这个会和之后这两个事有没有关联 那你别说 嗯 我参加过三年这种家庭的教会 啊 就是我是作为旁听者 哦 然后因为我是很小去 你没有 没有说入教什么 我入了 你入了 但是那时候小不懂 哦 就是旁听没有参与 就陪着妈妈去 我去就是 我每次 他其实每个晚上他们就是分享圣经的故事 大概聊两三个小时左右 我会得到一杯酸奶 我就很开心 哦 你全是喂酸奶 我全是 那时候很小 那时候可能就一二年级 一二三年级这样子 嗯 就特别小 但是我记忆力很强 我能把每个圣经故事都记得 然后再重复出来 嗯 行 那去罚你在节目里面背一段 但是你别说小黑这个故事 我想到什么 嗯 他不是墙皮掉了吗 嗯 他顺着墙皮抬头看 发现天花板上全是脚印 不是你这么编故事了 你反正怎么厉害怎么来呗 我因为我有我有收到过相关的头 嗯 但他不是墙上是在身上 哦 怎么听后面我们其他的戏啊 行 我第一反应想到这个了 知道吧 嗯 这个故事呢 怎么说呢 他亲身经历的肯定是 很吓人 开不起你这种玩笑 这很吓人 对吧 你上来就脚步脚印什么的 对 其实脚步是如果是光有声音没有脚印 没有印记的话 我自己还好 他跑起来有点大晚上的 有点可怕 大晚上咚咚咚跟古典一样 对对对 又烦躁又吓人 其实宗教场所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可能是有一个说法 就是在你接触到天主教 就接触到基督天主的时候 但是你这个时候呢 你还没有经过洗礼 这个阶段 上帝跟恶魔是在争夺你这个人 因为你一旦接受了洗礼 你就是上帝的那个人 对 小黑也是这么讲的 对 就是他是这么推测 他说 因为他自己现在也是基督徒嘛 也是性 对 他是也这么推测 说 他说 就是这些基督徒 可能魔鬼更容易接近他一点 对 而且其实 我刚才听到中间那一段 小黑的那个房间构造 特别是他床的那个位置 我之前在听黄黄的节目 就是春典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讲风水 就讲的是 如果你的床 床头是挨着墙 然后你转过身 你就是面对着墙 再在风水里面是不好的 然后我就不听那个节目 因为我的床一直想放着 那我那床是不是也是 你那床更夸张 你那床三面都是墙 对 然后我睡觉和小黑是一样的 我喜欢面对着墙 但你别说可能三面墙 不见得是有问题 风水不好说 无极必反 是吧 就风水有独特的一个说法嘛 但我的墙还真 我的床还真是两面是墙 哦 就不好说了 所以小黑跟我是一样的嘛 你换个长一点的床 都顶着 行 那咱们下个故事 好的 大家好 我是小叶 下一个故事由我来给大家讲述 好嘞 今天的故事来自于小某书余友的投稿 投稿人让我们称呼他叫小月 好嘞 小月说早在自己上幼儿园的年纪 他就第一次去爬了泰山 但没有想到回家之后莫名其妙就生病了 嗯 这个病开始就很严重 但是医生以为是常见的感冒 就让小月输液 但是症状也没有减轻 然后他家里人就赶紧带着他去辗转了各个医院 最后被诊断为脑膜炎 我去 那挺严重的 对 因为病情耽误了 而且高烧不退 医院也是让他输液什么的 小月就说自己一息记得 当时几乎是吃什么吐什么 没有东西吐了就直接吐胆 然后家里的老人就觉得 是有蹊跷 就找了出马去看一看 师父就说小月是泰山童子 他的身份去泰山是犯忌讳的 就给他烧了替身处理了 哦 就是童子命 很多出马都是这种说法 嗯 是是 不知道是师父的操作有了效果 还是医生的妙手回春 总之小月开始好转 最后痊愈出院了 但小月奶奶在出院那天 说她样子变丑了 变丑了 对 就说她样子变了 而且变丑 嗯 然后姑父和姑父也说小月跟之前长得不太一样了 但是也说不出来 就是感觉她模样变了 嗯 小月就在投稿里说 即使到了如今 她也不确定那个什么童子命之类的说法 因为在市场上有太多这种童子命了 所以她说 她在他们那边 但凡年幼体肉脱病去看市 大部分师父最后整的都是童子命 对 它是一个统一口径感觉是 标准模板是吧 对 看市的人他就收一笔钱 操作一通就了事了 所以这让他不免怀疑 而且神仙哪有那么好糊弄 而且收人哪有那么草率的 对 不管是不是童子命什么的 但确实小月后来的婚姻和亲缘都不是很好 比如后来父母有了弟弟之后就重男轻女 成年之后也育人不输 运气也很差 虽然对童子命的说法小月很怀疑 但自从体质因为泰山回来生病之后就改变了 她就经常能感觉到一些东西 甚至是感受到这些人的情绪性别 位置等等 小月说小时候她自己独自在家 经常在晚上感觉到家里面有人 但她一直觉得是自己想太多了 就是打引号的人 对吧 对 阿飘 对对对 是的 但高一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直接彻底的改变了她的想法 小月家是住在某个企业的职工宿舍 她小时候还没有半山豪宅这么个概念 林山地皮是最便宜的 所以企业老板把宿舍盖到山脚下面对山鹰 山的洋面是一片坟地 虽然临坟而聚 但是也没发生什么怪事 到了她高一那一年 要榨山开隧道 就通知各家亲属现实签坟 但总有一些已经没有煮的沽坟 嗯 时间一到之后呢 榨药和退毒机就接踵而至 可以说是做到了物理上的飞灰烟灭 就无主孤焚 就没人认领嘛 对于说是 是的 然后奇怪的事情就开始了 嗯 第一次是小月睡到半夜 她突然就醒了 她形容说是那种毫无预兆的瞬间清醒过来 并不是从梦中醒来的那种 有点懵逼的感觉 小月打开手边的台灯 看看时间是凌晨一点 她没有想太多 就关灯继续睡了 紧接着她去赶到 床边站了一个男人 在狠狠地盯着自己 小月说自己的蛤毛瞬间立了起来 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毛骨悚然 什么叫做如坠冰枯 她在投稿里描述说 那种纯粹的充满恶意的注视 有一种恨不得她立刻去死的仇恨感 我去 感觉好多我们的投稿剧友碰到的飘 都是这种恶意的看 恶狠狠地盯着 对 小月说她当时立刻就打开了台灯 这里她还补充说 其实她自己睡觉的时候 经常会感觉遇到人什么的 当然这里的人就是指阿飘嘛 嗯 一般这种情况 她只要打开灯再入睡就没事了 所以当天晚上她也是这么以为的 但打开灯之后呢 小月闭上眼睛之后 依然能感觉到那个男人 在台灯光照不到的地方 继续恶意地注视着她 于是没有办法 小月只好打开卧室上的锡顶灯 闭上眼睛 而那个男人就退到了房门稍远的地方 但还是在继续盯着她 小月形容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恨意 没有办法 最后小月只能坐着等着天亮 但可惜是 她这种捕风中影的事 她也不敢告诉父母 只能尝试自己解决 比如说早睡觉 或者把茧子放在枕头下面 拿着家里开过光的玉佛 吊坠之类的 但都毫无效果 就是用一些 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些做法 对 但是都没什么用 她就求妈妈跟自己一起睡 但是妈妈嫌她烦就不同意 小月就只能每天晚上开着灯 半睡半坐等天亮 但离奇的是 白天上课的时候 小月竟然没有感觉很困 事情变得更严重 是在一个周末 她父母出去玩 怕小月在家偷看电视 就把客厅那边的店闸给关了 店闸是在屋外的走廊 然后父母就索闻走人了 白天倒也平安无事 时间到了黄昏 天渐渐暗下来 阳台也没有什么光亮了 这时候小月感觉到 阳台有人进来了 那个人来了 又来了 对 小月说 这次不用闭眼 她也能感觉到 当时她真的害怕极了 她想开客厅的灯赶跑她 但是客厅被断了电 她只要跑到饭厅 打开那里的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客厅也安了下来 然后那个人就来到了客厅 继续盯着小月 她说家里的饭厅 其实很小 灯也不大 她就害怕得不行 就躲在餐桌和饮水机的家脚 抱膝坐着 心里不停地祈祷 爸妈妈赶紧回来 结果一直等了两个小时 她爸妈才回家 小月这才逐渐安心下来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 每天晚上小月 都要和那个人隔灯对峙 而且不管她闭不闭眼都可以看见 也就是说 那个她可以肆无忌惮地在黑暗里盯着小月 让小月感到崩溃恐惧 有一天半夜在对峙的这个过程中 妈妈突然走进了小月的房间 问她说怎么还不睡 为什么还开着灯 是有什么事吗 小月说自己本着呼出去的心情 把这一个月来 感觉家里有人的事情 告诉了妈妈 妈妈这才终于同意 跟她一起睡了 我去 这孩子好可怜 听到我 是啊 但是确实 中国很多家长就是 嗯 就比较不相信这些方面 对 就不相信自己孩子的一些素权 觉得是他们在 没事找事的那种 然后妈妈事后也找了一个出马 让她来家里看一看 而出马来的那一天 小月才知道妈妈 为什么听完就能相信自己了 因为妈妈也开始遇到怪事 她也看见了 所以她共情注了 她才相信小月 如果妈妈没经历这件事情 可能还是觉得小月在发谎 嗯 比如她放在桌子上的东西 自己突然自己倒了 家里面还有莫名其妙的响声 来找自己的那天晚上 妈妈起也去上厕所 厕所灯竟然发出彩色的闪 我去 这个好像有点离谱 鬼半夜蹦迪吧 可能 就如果说你的厕所灯 本身它没有这种 对 功能的话 它发出彩光就让我觉得很离谱 是了是了 然后这个灯就灭了 吓了妈妈一大跳 想去客厅喝杯水 押金 结果就看到小月房间的灯亮了 而且进来看到小月满脸惊恐 眼神空洞坐在床上 恍惚间 妈妈甚至当时觉得 小月眼睛整个都是黑色 瞳孔放大到充斥了整个眼眶 我去 妈妈这才认定家里肯定是出问题了 所以才决定找出马 昆池岩是吧 这次来的出马是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妇女 她跟小月说 没有关系 你身边有两个守护神 那个玩意没有办法伤害你 但是呢 也不能让她留在这里 我帮你送走她 送走的仪式是 让小月脸上蒙上写了些符纸的黄纸 躺在床上 出马告诉她 无论听到什么 感觉到什么都不能动 不能争议 然后在家门口边念念有词 边烧纸 仪式进行了一会儿 小月似乎感觉到了那个人 她围着自己转圈看 小月说她能感觉到那个人 依然是很 很不满意 也很不屑 但那种 阴狠的感觉没有了 转了几圈之后 那个人 她就从正门离开了 期间小月一动也没感动 出马林子的时候 对小月说 你招这些东西 以后还有可能会遇到 但是你有两个守护神跟着 她们并不能缠着你 这一次呢 是一个多年的孤魂爷 鬼太饿 能缠上你 但是也做不了什么 你以后放宽心 不用害怕 这件事之后呢 她们小区也是 接连出了这几件怪事 但是因为时间缘 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半年后 小月只要是放学 骑自行车回家 骑到门口的下坡路上的时候 她的右眼就会感觉 有什么东西要扎进去一样 我去 但很奇怪是 只在这条路上会有这种感觉 果然没多久 就在这条路上 小月出了车祸 其他地方都没事 但是在右眼上方的额头位置 被撞了一个凹坑 休息了好久之后 小月说自己又变了样子 脸型和眼睛都变样了 但这次不是几个人看出来 是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看出来 她变的样子 说她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 就是说其实她在泰山回来之后 就面貌就变了一次 对 然后她因为当那个时候是莫名的 但后面呢 因为这个外力 她受伤了 面容又变了一次 是 一种打破了结界的感觉 就我觉得她那个 第一次碰到的那个阿飘啊 就是泰山回来之后啊 就是那个 跟她在床头对视的那个 她明显是 你这叫驱光景 她叫害怕光 害怕光性 嗯 她永远只能躲在黑暗里面 是的 所以这么看来 续载的那套 强光手电支阿飘 还是很有用的 大家说不定可以背一背啊 还有这种功能 对 就是那个 我们的那个太行山 太行山鬼市的推稿人 我们的前特警续载 她那时候和旅友 和她的朋友去徒步嘛 然后在太行山碰到阿飘了嘛 她就是常背着这种 强光手电 她也心里也不怕 这个好像真的是 大家试一试 也没什么坏处 这东西 背着 学到了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也能用这个东西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在这里也是 希望小月以后的人生 能够平安顺遂 是的 祝她平安顺遂 好 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 已经亮大管保了 我还是我这边 给大家收个尾 这个故事呢 是来自于我们的 网易云 有叫做小月 阿月 阿月的特稿 阿月说这个故事 发生在小时候 她不太记得了 主要是靠妈妈 给她说着听的 阿月说自己妈妈 是在医院工作 她小时候住在医院的 家属院里面 不过这个事情呢 跟医院没关系 家属院分为 前院跟后院 其实就相当于 现在小区的 这个一期和二期了 前院和后院的距离呢 不远 不行 十分钟就到了 小时候呢 小月有个邻居叫娇娇 阿月邻居叫娇娇 比她大 所以呢 阿月就老喊她娇娇姐姐 两个人经常一起玩啊 算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了 阿月说娇娇的爸爸妈妈 特别爱打麻将 是那种很入迷的那种 他们经常要去 前院的一个同事家里面 打麻将 娇娇也知道 具体在哪一家 她就经常去那个家里面 找她的爸爸妈妈 吃饭啊 什么的都要找 习习为常了 有一天 娇娇的父母 又去那个地方打麻将了 把娇娇一个人 留在家里面睡觉 晚上呢 娇娇醒了 发现爸爸妈妈不在家 她也习习为常了嘛 就知道是又去前院的叔叔阿姨家 打麻将了呗 娇娇就很自然的穿好衣服 去前院的这个叔叔阿姨家 找她的父母 当时差不多七八岁的样子 但是就在去找父母的路上 不见了 失踪了 谁不见了 就那个娇娇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也没有 她也没有到那个前院的那个 麻将当里面 就人没过去 就在路上消失了 当时娇娇的爸爸妈妈急坏了 到处找她 甚至是 因为当时这个拐卖儿童的这个事情 不是特别多 在他们本地 她就觉得可能是遇险了 应该不是拐卖 是可能是遇险了 就还搞了什么贴人 张贴的这个寻人启事啊 然后也去报警了啊 什么东西 到处找 安悦说呢 他们那边有一个护城河 当时娇娇爸爸妈妈很着急 花钱 把护城河的河水都抽干了 害怕掉河里 对 害怕掉河里 但是也没有 人就这么没了 就很说不过去嘛 因为当时 阿悦的这个年纪很小 她不知道 娇娇丢了这件事情 意味着什么 她是之后听父母说的 那怪事发生在娇娇走丢 差不多一周时候 三岁的阿悦啊 中午被妈妈抱着哄睡觉 当时他们加上两道门 一道木门 在外面是一个防盗门 有那种纱窗的铁门 夏天很热嘛 妈妈就把木门开着 把铁门关着 然后吐吐气 半梦半醒的时候啊 阿悦对着那个木门 开的那条缝讲话 她说 娇娇姐我要睡觉觉 等我睡醒了 再跟你下去玩 这句话把妈妈吓了一跳啊 因为她知道娇娇至今走丢的这个事情 也没有任何音讯啊 杳无音讯啊 自己女儿甚至因为太小都不知道 娇娇姐走丢失踪的这个意味着 那妈就吓坏了就问阿悦 你在干谁说话 有点生气 阿悦说 娇娇姐姐她喊我下去玩 妈妈说 娇娇姐在哪 妈妈怎么没看到呢 阿悦就说 就站在门口啊 她喊我下去玩 妈妈就这个时候心里发毛了嘛 就说那你告诉妈妈 她穿的什么衣服 什么鞋子 阿悦就说 她穿的什么什么什么衣服 什么什么鞋子 还扎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辫子 好家伙 就直接给妈妈吓坏了 她赶紧就把阿悦先抱回了卧室 然后晚上呢 就把她送到了外国家 徐伯妈妈说 后来啊 娇娇的奶奶也做梦了 梦到娇娇告诉自己 掉进了浅院的污水井里 娇娇奶奶这个时候就强烈要求 把这个井打开 我要去看一下 但是呢 院长不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真的这个污水井里面有人 影响特别不好 毕竟是医院嘛 但是娇娇的奶奶 执意要打开 她说是我的这个孙女儿给我托梦了 院长可能还不信 感觉是迷信 对 但是老人嘛 是 所以就比较强硬 院长没办法 最后呢 也就把这个屋井再打开 想看一看 打开之后 就看见一只小手 身在外 原来娇娇真的是掉进去 而且也淹死很久了 是屋井盖的这个盖子 他没盖紧 那之前可能是堵塞了 有工人去施工过 但施工完毕之后没盖紧 因为这个井盖是圆的 娇娇踩上去之后啊 这个圆的井盖又翻了个面 就又盖好了 所以看上去啊 没任何问题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井盖 等把娇娇捞上来的时候啊 他穿的那套衣服 正是阿月给妈妈描述的那套 一抹眼 对 也就是这两口袋打麻将 导致这孩子没了 然后 把这个孩子的遗体找到之后啊 就互相埋怨 互相抱怨 你干我啊 我怪你什么的 但没办法嘛 人已经走了 最后呢 他父母就离婚了 也算是妻离子散吧 娇娇的爸爸就从医院辞职了 也就不知道到哪边了 故事到今天就结束了 那个年代没有摄像头 经常发生这种 莫名失踪的小孩 是的 真的是现在是有摄像头之后 一面是这个防盗 还有一面是这种失踪案件 真的是得到很大的改善 所以我们也是死者异 长者 这个节哀吧 这样 对 好的 行 那本期的年余 百期节目 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量大 量大 就赶上比付费还量还要大 然后后面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 继续的 为大家 做更多精彩的故事 是的 当然就像妙老师说的一样 我们确实精力有限 收投稿会比较慢一些 也希望大家见谅 对 但是投的稿子 我们一定会回复的 对 我们一定会看 很认真的看 因为我们看得很认真 所以的速度比较慢 特别是我这边稿子 很多动不动 三百条的语音过来了 听的比较慢一些 那还有一个喜讯 这不能算喜讯 就是我们收到很多 粉丝的这个要求 质疑 是 威胁 很难受 很低落 其实我还好 就我还蛮喜欢之前 那个片头曲 就要求我们换 换回去 新的片头曲 就换呗 换 肯定换 新的片头曲主要是为了 适应我们这个 新的视觉 比较契合 对 就是主要是B站那边 对 比较契合新视觉 然后 既然大家喜欢之前 我们就换回去 好的好的 OK 那我是得上所愿 对 那就从这期开始 我们以前是老的 X的那首 大家都爱的 原汁原味 行 那感谢您对 年约的支持和关注 一样的 如果说您有一些 适合在夜里说的 骑士 怪事和邪事 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 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 我们的平台 都能和来投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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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